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帝的名确实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生活在圣灵时代 在现今时代我们当求告上帝的什么名呢 在我们的人生中难免会遇到许多困难的状况 在圣父时代相信上帝的人一定会祈祷说 耶和华上帝请帮助我 拯救我 生活在圣子时代的人们一定会祈祷说 主耶稣 请可怜我 帮助我 现在我们正生活在圣灵时代 当我们遇到各种危机的状况和困难时 应该怎么做呢 当我们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 需要上帝的帮助时 我们要求告上帝的什么名呢 上帝通过圣经小于我们 在各时代不知道上帝之名的人 不是上帝的百姓 这里约含着上帝重要的旨意 上帝通过上帝的名 区分了谁是谁不是自己的百姓 马拉基先知在马拉基书中记录了什么呢 那日临近 必如烧着的火炉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如烧着的火炉的那日 是指上帝用火在这地上 施行幕后审判的圣灵时代 在圣灵时代 不知道呼求上帝之名的人 就不是上帝的百姓 上帝会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上帝可以只用一个名字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轻易地认出他的名字 虽然上帝是同一位上帝 但在某些时候 上帝会改变自己的名字 水在液态时叫什么名字呢 是水 当温度降到零度以下时 水会变成固体 它的名字就会变成冰 但其本质会发生变化吗 其本质是一样的 但当形状因温度等外部物理因素 发生变化时 名称也会发生变化 水和冰的本质都是水 不是吗 现在如果它在一百度以上沸腾 就会变成气体 我们称其为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水蒸气 无论是水 冰还是水蒸气 其本质都是一样的 在旧约圣父时代 上帝使用了耶和华这个名字 在圣子时代 耶稣因怜悯地上的人 无法以灵的身份留在天上 所以亲自穿着肉身来到这世上 将上帝的福音教导给了世人 原本在天上的上帝成为肉身 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地上 我们称他为圣子上帝 即耶稣基督 但圣经中记录说 上帝会再次改变自己的面貌和名字 使徒约翰看到了有关此内容的启示 启示录三章和二章中 记录了此内容 耶稣说他将有一个新名 耶稣既然提到了自己的新名 那么他会在什么时候 使用自己的新名呢 不是圣父时代 也不是圣子时代 他会在圣灵时代 以新名来临 那名字在这时代被使用 拥有不可思议的能力 全世界奉基督安商红圣名 祈祷的人越来越多 呼唤安商红圣名的人也越来越多 黑暗的帷幕也渐渐褪去 他使世界变成光的世界 所以圣名非常重要 我们要充分理解圣名本身 以及圣名所蕴含的力量和能力才行 在使徒时代 大祭司 犹太人 法利赛人 文士们 对初代教会的圣徒们 施加了多大的压迫呢 他们说 万万不可讲论这个名字 不可借这个名字 引起任何权能 为了压制求告圣名的圣徒们 他们使用了各种手段 若有人奉耶稣的名传道 就会被抓进监狱 甚至成为狮子的食物 在现今时代 当我们遇到困难时 应该寻求谁呢 父亲安上红上帝 请帮助我们 我们要求告上帝的名才行 不是吗 在使徒时代 有无数的人依靠上帝的名 经历并见证了上帝惊人的恩典 在圣灵时代也一样 我们不能只知道 并相信上帝的名字 我们要善用它 这是多么强大的名字啊 不是吗 各位相信圣经吗 相信上帝的话语吗 如果是这样 请仔细查看圣经 请查看一下 以上帝之名所成就的奥妙的事工 今天和各位一起查考一下此问题 首先看一下 以赛亚书52章5节 52章5节 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 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 耶和华说 挟制他们的人呼叫 我的什么整天受亵渎呢 我的名整天受亵渎 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什么呢 必知道我的名 到那日 他们必知道 说这话的就是我 看啊 是我 作为上帝百姓的人 一定要知道上帝的名字才行 但当我们若问圣灵时代的人们 圣灵上帝的名字是什么呢 有知道答案的人吗 只有西安的子女知道 并相信他的名 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 上帝亲自大声说出了此话语 各位 教会多如海边的沙 他们不知道 耶和华和耶稣这个名字吗 他们实际上都知道这些名字 那么 上帝为何将这些话语 记录在圣经中呢 上帝在自己的名中 蕴含了在圣灵时代 分辨他的真百姓的深奥旨意 上帝的名字 不仅仅是一个名字 里面蕴含着巨大的威力和能力 各位 对阿里巴巴和四十大道的故事 都很熟悉 不是吗 在一个用大石头封住的洞里 有宝物 用世上任何钥匙都无法打开 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 要说什么呢 芝麻开门 同样 我们要说谁的名字呢 在现今时代 我们奉安商红之名领受祝福 奉安商红之名献上赞美 这样 只有大安商红的名字 被传播 传向全世界时 上帝才会以圣父时代上帝的名字 圣子时代上帝的名字 圣灵时代上帝的名字 引导我们完成救恩 第一次听说这个的人会说 耶稣这个名字 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谈论安商红这个名字的教会 有点奇怪 不是吗 想一想 耶稣出林的时代吧 在耶稣出林时 整个犹太社会都相信 除了耶和华上帝以外 没有救主 他们都奉耶和华的名祈祷 虽然是为了成就上帝的预言 但从百姓的角度来看 在加利利的拿撒勒 突然出现了新的宗教 引领新宗教的领袖 就是使用耶稣知名的上帝 当他们求告耶稣的名时 无论往哪里去 都会发生惊人的事 瘸子行走 瞎子看见 龙子听见 奉耶稣之名 发生了如此惊人的事 所以当时掌权的宗教领袖们才说 不可奉耶稣的名说话 知道敌对上帝的人 为何惧怕上帝的名吗 想一想在圣子时代 通过耶稣的名 救援的恩典 是如何传向撒玛利亚全地 直到地级的 因此 撒旦极力阻止耶稣的新名 在圣灵时代显明出来 我们要正确地看圣经预言 我们要正确地了解 圣父时代 耶和华名字的全能 圣子时代 耶稣名字的全能 圣灵时代要叫的 耶稣的新名 安商红名字的全能 两千年前 来到这世上的耶稣基督 也提到了上帝的名字 我们通过圣经 查看一下上帝的话语吧 看一下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十八节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 耶稣近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全能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 父的名之后 还有谁的名 接下来还有谁的名呢 还有子 因为父亲的名字 是上帝的名字 所以非常重要 上帝以圣子成就旨意时 所使用的名字 也是极其重要的 因此耶稣吩咐了什么呢 奉父 子 圣灵的什么 给他们施洗 奉父 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这样的禁礼 无疑会带来完全的救恩 那么 我们必须要清楚 当上帝 以圣父的身份 成就旨意时 上帝的名字 当以圣子的身份 成就上帝的旨意时 上帝的名字 当以圣灵 成就上帝的旨意时 上帝的名字 今天 当我们问 圣父叫什么名字时 大多数人的回答是 圣父的名字 是耶和华 当上帝 以圣子的身份 成就上帝的旨意时 他的名字是什么呢 大多数人都回答说是耶稣 那么 圣灵的名字是什么呢 上帝的百姓 和非上帝百姓的区别 就在于此 上帝在以赛亚书52章 六节中 是如何说的呢 上帝说 我的百姓 必知道我的名 我们不能只知道 耶和华和耶稣 这两个名字 上帝还赐予了圣灵的名字 不是吗 请仔细查看 所以 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父 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禁礼 禁礼是得救的记号 不是吗 圣父的名 圣子的名 圣灵的名 在救恩的第一步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打开我们 得蒙赦罪 和救恩之路的钥匙 所以 耶稣基督 才提到了这些名字 在他从橄榄山升天时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父 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禁礼 但是今天有哪个教会 以父亲的名字 儿子的名字 圣灵的名字 施禁礼呢 我们分明要知道 圣灵的名字才行 那个名字具有拯救人类的能力 看一下启示录十四章话语 启示录十四章一节 我又观看 见羔羊站在西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 都有 谁的名 他的名 和谁的名 和他父的名 写在额上 这些额上 写有上帝之名的人 就是上帝最后的选民 圣经中将他们记录为 上帝要拯救的百姓 不是吗 圣经中多处提到了 关于上帝之名的话语 圣经中记录说 撒旦会毁谤上帝 和上帝百姓的名 使徒行传中 也发生了很多 我们无法想象的 因奉上帝的名 而发生的惊人的事 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 圣灵时代 来到这世上的 基督的新名才行 上帝为了拯救人类 将从亚当到世界末了的时代 分为圣父时代 圣子时代 和圣灵时代 这三个时代 曾经有一个时期 人们通过求告耶和华的名 或耶稣的名 得到了救恩 上帝说 要将他的新名 赐予生活在圣灵时代的我们 看一下启示录三章 启示录三章十二节 得胜的 我要叫他 在我上帝殿中做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 和我上帝城的名 这城就是从天上 从我上帝那里 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新名 都写在他上面 经上说 我要在他上面写上我的新名 那么是谁的名字呢 是谁在这里说话呢 启示录一章一节中记录说 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上帝赐给他 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只是他的众仆人 他就差遣使者 小遇他的仆人约翰 由此可知 说这句话的人 就是耶稣 他们的额上 都写着羔羊的名字 和父亲的名字 他们还有什么呢 耶稣说 我要在上面写上我的新名 那么 耶稣的新名 能叫耶稣吗 因为是新名 所以以前没有用过这个名字 上帝说 他的百姓 要知道他的名 现今 像海边的沙一样 众多的教会 都知道 耶稣这个名字 但他们却不知道 耶稣有新名 只有知道上帝的名 才能迈出得救的第一步 即奉父 子 圣灵的名 受尽力 不知道新名 的教会 就是没有迈出 耶稣所说的 得救的第一步的教会 圣父的名字 是耶和华 圣子的名字 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 圣灵的名字 是什么呢 是新名 安商红上帝 各位都奉圣父 耶和华上帝 圣子耶稣基督 圣灵安商红上帝的名 受了尽力 不是吗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 要奉父 子 圣灵的名示进 启示录三章十二节中 也记录说 我要在他上面 写上我的新名 新名要写在谁身上呢 圣经小于我们说 上帝会将这样的祝福 赐给因信心得胜的人 现在 我们来查看一下 新名的特征 看一下启示录 二章十七节 二章十七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 赐给他 并赐他一块白石 石头上写着什么呢 石上写着新名 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 那领受的是 只以信息迎接的人 除了迎接新名的人以外 还有知道新名的人吗 没有 上帝说 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 换言之 只有领受新名的人 才有了他们 是上帝真百姓的绝对证据 现今 有多如海边的沙的教会 自称是得救的上帝的儿女 但上帝却问他们 你们是我的百姓吗 是的 我们是 那么 你们知道我的名吗 我们不知道 各位 这是多么尴尬的对话呢 他们甚至不知道 自己所敬拜的上帝的名字 却仍然自称 相信上帝 所以 以赛亚书52章6节中记录说 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 不仅有圣父时代 和圣子时代的上帝之名 还有圣灵时代 耶稣的新名 完全知道 包括新名在内的上帝知名的人 是上帝等待已久的 真正要得救的上帝的百姓 不是吗 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人中 有人会问 为什么上帝的教会 不信耶稣呢 各位 我们是不相信耶稣的教会吗 我们非常爱耶稣 但上帝的教会 总是称呼 安上红上帝这个名字 为什么呢 安上红上帝是谁呢 是在圣灵时代来临的 耶稣的新名 那么 我们怎样才能认出 他就是在圣灵时代 来临的基督呢 见证上帝的证据有很多 耶稣说 第二次来到这世上 要建立西安 上帝还应许说 为了将人类 从吃善恶果的罪中 拯救出来 上帝会赐予生命果 各位 是谁建立了西安 赐予了我们生命果 还赐予了我们隐藏的玛红 就是基督安上红 新名基督安上红 是通过圣经和众先知的预言和见证 向全人类显明的新名 这不是我们随意起的名字 这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速来等候他 他必拯救我们 还记得以赛亚书25章中的话语吗 弥加书四章中记录说 在末后的日子 上帝要在西安宣布 所有被废的生命的律法 上帝照着大卫的预言 完全地实现了初临三年 再临三十七年的预言生涯后升天 像这样 圣经中有无数的见证和预言 上帝小玉说 为了再次传播福音 我会在1918年第二次来临 并在1948年 即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一年 即三十岁的时候受尽礼 基督安上红 按照上帝所预言的 所有预言的脚步 照着大卫的预言 完成了三十七年的事工 于1948年受尽礼 1985年升天 然而 是不是说成就此事的任何人 就是基督呢 不是的 为了拯救人类 安上红上帝带来了生命果真理 及新约逾越节 不是吗 耶利米先知者在耶利米书31章中反复强调说 新约是只有上帝才能带来的真理 说我要另立新约的那位是天使还是天上的灵物呢 经上记录的是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另立新约 世上有许多圣经学者和牧师 但没有一个人能完成这事工 谁能做到呢 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上帝亲自穿着肉身来到这地上 恢复并成就了新约真理 重建了被毁坏的西安 上帝亲自来到这世上 将还有自己肉和血的新约逾越节 及生命果的真理赐给了儿女们 父亲说他要一个人来吗 启示录22章中记录说 父亲上帝会和母亲上帝一起显现 现今世上的教会主张 我们的救恩 一直都是由父亲上帝一人来进行的 他们都是这样主张 不是吗 然而 父亲是怎么说的呢 除了我以外 还有另一人 他还是孩子 时候一到 他必显现 父亲也通过这种方式 小育了我们 关于天上母亲的真理 并为我们解开了圣经中 所有的奥秘 即便在现今时代 许多圣经学者也这样主张 在《创世纪》一章中 上帝使用了我们这个词 这是圣经中的奥秘 只有一位上帝 为何说我们呢 上帝为何使用我们这个词 他们无法解开圣经中的谜题 但埃洛西母上帝 解开了所有的谜题 并教导了我们真理 借此时间 将永远的感谢和荣耀 归于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 两千年前 使徒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 医治病人 让瘸腿的人行走 上帝让他亲眼目睹了 如此惊人的神迹 在古代 有以利沙 以利亚 参孙等无数信心的先辈 他们都知道 在那个时代 上帝的名里 蕴含着怎样的全能 假设有一个人 拿着炸药棒 并点燃了引线 会怎样呢 会爆炸 他虽然拥有巨大的力量 但在点燃火之前 他只不过是他手中的 一根棍子而已 上帝知名的全能 也是如此 看一下 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话语 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 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 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 必想改变节气和律法 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 二载 半载 然而 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 他的权柄必被夺去 毁坏 灭绝 一直到底 国度 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 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 他的国是永远的 一切掌权的都必适奉他 顺从他 那么 这事工必定会成就 不是吗 最终 敌对至高者上帝的 撒旦的权势 会被彻底击碎 我们通过 《使徒行传》三章 来查看撒旦的权势 是如何被击破的 看一下二十二节 摩西曾说 主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凡他像你们所说的 你们都要听从 凡不听从那先知的 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 从撒末尔以来的众先知 凡说预言的 也都说到这些日子 这指的是谁呢 这是指着耶稣说的 不是吗 看一下六节 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谁的名呢 我奉拿撒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怀子骨 立刻见状了 就跳起来 站着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 跳着 赞美上帝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 赞美上帝 认得他是那素肠 坐在殿的美门口 求周记的 就因他所遇着的事 满心稀奇惊讶 那人正在称为 所罗门的廊下 拉着彼得 约翰 众百姓 一起跑到他们那里 很绝稀奇 彼得看见 就对百姓说 以色列人啊 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 他的意思是说 这名字 有更惊人的能力 你们为何会如此惊讶呢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 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 使这人行走呢 他的意思是 这事不是凭他们自己做的 是什么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呢 是上帝的名字 十三节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上帝 就是我们列祖的上帝 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 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 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 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 弃绝了他 你们弃绝了 那圣洁公益者 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 我们因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 全然好了 当然 我们的信心 不是靠看到各种神迹奇事 就能得到的 但我们至少要认识到 上帝的名字 所蕴含的力量才行 就像要知道 点燃炸药的导火索后 会有一定的爆炸力 这样才能对炸药多加注意 同样 在圣灵时代 我们也要领悟 耶稣基督新明的全能 即新明基督安商红 将如何改变全世界 我们要常常使用 上帝的名字才行 只有这样 黑暗的世界才会逐渐变成光明的世界 父亲母亲最先开创的福音 如今在175个国家建立了7500多个西安 350万多名子女们进入了真理之中 这是因为西安子女们 奉父亲安商红之名 献上无数的祈祷 为上帝的名做了见证 现在世上的人们 都被某些固定的观念所束缚 我们要时刻铭记 救恩是从上帝来的 而不是常识性的内容 上帝说 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 所以我们要正确知道 圣父时代 圣子时代 圣灵时代的上帝之名才行 所以 尽力要奉父 子 圣灵的名才行 上帝以自己的名 展开了救赎事工 不是吗 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吧 新名是谁呢 就是基督安商红 圣经和众先知们 都热切地盼望和期待着 上帝在这时代显现 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 只有上帝的名字出现时 撒旦的权势才会被粉碎 如今 上帝的名 已经向全世界显明了 难道只有父亲的名吗 西耶路撒冷天上母亲的荣耀 也显明出来了 各位没有水能活吗 那么 我们就只能走向有水的地方 是谁给了我们水呢 圣灵和心腹赐予了水 所以 我们要对圣灵和心腹 拥有正确的信心才行 不是吗 他们对人类说 口渴的人都可以来取生命水 在圣灵时代 我们会因自己是知道 上帝知名的上帝的儿女 而感到自豪 不是吗 在圣灵时代 正确认识上帝的人 正确使用上帝的名识 上帝的荣耀 就会向全宇宙彰显 今天简单查看了 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字 希望各位从话语中蒙受恩典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